好 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冷冻面团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吃面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你会想像桌子都是面粉屑 地上都是面粉屑 然后洗很久 没有办法洗掉 那今天要跟各位示范一个 非常简单的冷冻面团 你一次做就把它做五斤 三斤五斤做起来 因为这个过程太简单了 做好了把它分装在塑胶袋里面放冷冻库 早上起床 随便你想要吃水煎包 吃贝果 吃盐工餅 吃什么东西 你在晚上睡觉前 从冰箱拿一团出来把它退冰 你睡醒的时候 他就发号等你了 然后因为你早上只有那一小团面团 一家顶多是四口五口 你做几个水煎包 其实是一下子的功夫 我先示范冷冻面团 冷冻面团你如果会做了 你可以做包子 馒头 披萨 贝果 还有烙饼 反正呢 你高兴吃什么 你拿去烤 拿去蒸 拿去煎 都可以是美味的食物 而且你可以用非常天然的 有机的面粉 那用有机的蔗糖 用一点点的酵母去打底 做这个冷冻面团的基底 然后随着你后面要吃咸的 你就把它变成咸的 要吃甜的 就把它变成甜的 好 我们一般为什么说 不要吃胃不好的人 不要吃太多的面包 因为里面的发酵太厉害 其实对胃是容易脏气的 那我们今天呢 会跟各位示范的是 我们一般五百公克的面粉 那会建议就是用四分之一匙的酵母 这样就够了 可是正规在做 其实是大概会放三倍四倍 甚至更多的酵母在里面发 那我们利用冷冻的方式 那在很低温的状态下 让它有时间长期发 它也不会坏掉 所谓长期发 就是从冷冻到退冰完成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它发酵的时间 刚刚我放了四分之一匙的酵母 接着呢 因为它是个基底 你放一点点糖下去 让这个酵母帮助它发酵 在发酵的过程帮助它发酵 如果家里是有糖尿病的病人 或是不喜欢吃甜的人 不要放糖是不会影响风味的 那我们刚刚放了糖跟酵母以后呢 我这些面粉我刚刚秤好了是 500公克的中筋的面粉 我也建议不要太常吃高筋 筋度太高对肠胃其实不好 那我们就是 刚刚放了500公克的面粉 我现在就放了250cc的水 那我们250cc的水 给我那个铲子 给我那个铲子 红森的铲子 OK OK 我今天做500公克 其实你做2500公克 做法完全一样 只是你把比例放大而已 做面食类的东西 会建议各位 不要一边加粉一边加水 那是一个没有止境的疲劳轰炸 那我会建议你让它一次到位就好 这是500公克 2500公克你只需要用锅子大一点 那会建议你在获这种面团的时候 用炒菜锅最好用 因为它不要有太多的角度 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做的各式各样的 面食的基底 通常一开始在非常黏的时候呢 会建议你用木棒 或者用筷子 或用汤匙下去过 等到它已经差不多已经成型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用手去把它进一步的揉捏均匀 这个冷冻面团非常简单 你要是晚上十分钟的时间 其实就可以把它准备做到 那一般如果家里是四五个人 这个500公克的冷冻面团 你最少可以分成两团到三团 看你们自己的食量 还有面团 面粉跟水的比例 我刚刚说的是1比2嘛 就是500公克的面粉 兑250ml的水 但是如果你的面粉是放在冰箱冰过的 它的吸水性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你的水量要降低 总而言之在和的时候 你看到齁 其实我现在在和面团 感觉它还是有点干 还有很多面粉感觉是没有办法被黏起来 这样是很OK的 因为它还有很多水分没出来 然后各位你看到 我在这种还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粉 其实还没有被包进去以前 我只要想办法 我现在就要收工了 这就是我的冷冻面团 我只要把这些面团 面粉 细细的 没有被弄湿的面粉 把它沾进面团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为什么鼓励你一次要做 要做多一点 因为做多一点也是这些屑屑 做少一点也是这些屑屑 你的功是一样的 然后你把它放在冷冻库里面的 这种冷冻面团 你放一个月都不会有事的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冷冻面团 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揉捏到完成 我就把它在塑胶袋收起来 一般这么大的冷冻面团 我会建议你分成两团到三团 如果你刚开始练习 你没什么把握 我建议你把它分成三团 就没事拿一团出来玩一玩 会很好玩的 像这种冷冻面团 是非常适合 假日亲自一起做 小朋友你帮他准备一些 葡萄干啊 腰果啊 松子啊 芝麻啊 或者蔓越莓干啊 而且小孩子自己去创作了 我做了 然后做完的东西呢 就做给他吃了 好 这就是我们冷冻面团 大概 我把剩下的 各位有没有看到 剩下的这干干的 没关系 黏下去 甚至呢 还有一点点 把它倒下去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冷冻面团 这是一团 但是我可以把它做成三团 好 那接着呢 我们等一下就会跟各位示范 昨天晚上已经做 拿出来退冰完成的冷冻面团 好 先暂停